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史考特還沒開始拍影片之前 寫過不少的文章 在提倡斷食的好處 這幾年下來科學界對於斷食的興趣是有增無減 越來越多的研究被發表出來 讓史考特也有不少的題材可以拿出來嘴 間歇性斷食法常常被批評的一個點就是肌肉流失 以前的健美先生一天帶六七八個保鮮盒在身上 每兩三個小時就拿一個出來吃 原因之一就是要讓蛋白質的供應源源不絕 肌肉才能持續的生長 以十六八斷食法來說 你一天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沒有吃東西 那豈不是對肌肉的生長很不利嗎? 也難怪健身界對於斷食法 還是抱持一個半信半疑的態度 還好知名的美國臨床營養學習刊 在2019年又發表了一篇斷食的研究 增加了我對斷食的信心 這篇研究找來40位訓練經驗5年 每週平均練3天的女生 分為3組 控制組一天吃3餐正常吃 斷食組則是每一天只有在中午12點到晚上8點之間能進食 其他時間通通不准吃只能喝水 而HMB組除了限制16小時進食時間 每天還要服用3公克的HMB HMB是胺基酸leucine的代謝物 據稱有防止肌肉分解的效果 所以拿來運用在斷食的研究上 研究持續8週 期間受試者每一週都練3天 而且也用乳清蛋白來充高蛋白質摄取 到每公斤體重1.6公克 所以這是一個重訓高蛋白 而且搭配16-8斷食法的研究 非常吻合這個健身族群的特徵 所以16-8斷食法會不會掉肌肉呢? 讓我們來看看這張圖表 就肌肉的增長上 可以看到一般組並沒有佔優勢 真的要說起來 HMB組反而是三組中長最多肌肉的 不過這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距 接下來讓我們看到脂肪量的變化 一般組稍微增加了2%左右的脂肪 但斷食組和HMB組反而是減去了 兩個跟4%不等的脂肪量 因為這篇研究的人數少 最後僅有24個人完成 統計的減定力低 所以脂肪的變化一樣沒有達到統計上的差異 但就這篇研究的數據來看 斷食法不但不會掉肌肉 還可以跟一般吃三餐的飲食一樣 持續變狀 其實這不是第一篇 針對重訓族群所做的斷食研究 2016年就有針對男性的16-8斷食法研究 一樣是早有練過的男性 結果相當的相似 斷食與一般飲食的增肌成果類似 但斷食組減去比較多的脂肪 目前看起來 重訓族群採取16-8斷食法 應該是不會錯過增肌的機會 但史考特不確定的是 如果更長期的斷食 例如說24、36甚至72個小時不吃東西 是否搭配重訓還是能維持肌肉 還有已經練很久 肌肉已經很接近這個遺傳天花板的人 這些人只要少練一點 或者是少吃一點蛋白質 很容易就讓肌肉量往下走 那這樣的人是否也適合16-8斷食法呢? 這也是目前沒有辦法被回答的問題 但如果是一個一般人 練了幾年少有成果 想要少一點脂肪、多一點健康 又想要持續增加肌肉 16-8斷食法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訂閱跟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